公元前3600年 有一位最古老的变动人天启 这些凡人都臣服于他 每当天启有镜灯枯时 就会派四骑士寻找新的身体 进行意识转移 以此来获得永生 随着符咒被阳光照射 仪式缓慢开始了 然而不满天启残暴统治的起义者 启动了早已设好的机关 里面的内眼将大门及时关闭 随着巨石猛烈撞断核心支柱 整个金字塔瞬间坍塌 里面的守护者纷纷被杂死 女护法在最后一刻用镜一能 保护天启不被巨石砸到 接着便沉睡在废墟中 几千年后 天启被他的信仰者重新唤醒 阳光从他们挖开的洞口罩了进来 一事被重新激活 天启苏醒 来到大街上的他 发现自己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于是他通过触摸电视 知道了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 为了重建自己的王朝 天启决定重新组建四骑士 先是流浪的暴风女 一能得到强化后 成了第一个追随者 随后找到灵蝶 通过灵蝶的引荐 找到天使 赋予他一对钢铁翅膀后 第三名战士成功招入麾下 亚洲登场的则是排场万 万慈王本来在钢铁厂 兢兢业业的当打工人 这天出发意外 一个融楼砸向工人 万慈王用自己的一能救下工友 因此暴露了变种人的身份 很快便被警察盯上 万慈王同意跟警察走 前提是放了自己的妻女 受到惊吓的女儿意外触发了已能 倒换了一群鸟类攻击警察 警察是他对世界唯一的留恋 于是他摘下女儿的项链 万慈王折返工畅 现在轮到出卖自己的工友了 这时惊喜穿越时空而来 天启把万慈王带到奥斯维新集中营 这让万慈王回忆起了小时候的黑暗 在天启的叫缩下 万慈王内心的仇恨被唤醒 随着悲痛中的一声怒吼 整个集中营变成了废墟 万慈王也被世界下达了通缉令 模型里找到教授 希望能提前找到万慈王帮助他 教授带上老伯尊福气 很快就找到了万慈王 教授劝说好兄弟能回到自己身边 被夺走一切的万慈王 已经回不了头 这时的天启注意到 万慈王再跟其他人说话 他似乎找到了答案 抓住机会入侵了教授的大脑 天启借此操纵人类发射核导弹 无数导弹请客而出 全部射向了外太空 大批群众陷入洪荒 这时教授短暂夺回意识 他命令冲击玻璃马摧毁增幅器 教授刚摆脱控制 天启立马就传送到了这里 老万卢走了教授 冲击国想要图体 但试晚了一步 能量摩大空击中了一台机器 从而引发了大爆炸 学生们危险了 这时BGM想了起来 接下来就是快银的个人表演秀 成功救下所有学员后 还没等他们还口气 史隋克上校就带着部队赶来 上来就抓走了孩子们 一旁的夜行者带着琴和雷射眼 也偷偷上了飞机 另一边的天启 借助教授的能力告诉全世界 他将建立自己的王朝 由变种人统治世界 教授趁机把自己的位置传输给琴 大家都在实验基地 还愁着怎么救出大火呢 一筹莫展实行释放了社会难 请用超能力恢复了狼叔的记忆 不堪回首的狼叔跑了 三人救出所有变种人后 立马搭载战机去拯救教授 此时的天启放大招了 请客间城市化为灰烬 然后重新汇聚成了金字塔 接着天启的下一步计划开始了 他准备将自己的意识 转移到教授身上 这样一来他便能控制所有人类 愤怒的万磁王也在宣泄自己的情绪 所有金属成功而起 似乎整个城市都要被他掀翻 就在天启即将转移成功时 夜行者及时赶来 教授被救上了战机 一事被中断 天启发出了灰烬 便在废墟寻找教授的身影 这时快银赶来 对着天启就是拳打脚踢 可是这种花拳秀队根本没伤害 天启很快捕捉到了快银 变成灵蝶的魔形女打算偷袭天启 奈何天启治愈能力太强 他将魔形女捏在手里 诱导教授现身 此时废墟里的教授想到了办法 他与天启的大脑还有着某种联系 于是立马入侵了天启的意识 然而天启也拥有强大的精神力 教授显得不堪一击 天启准备抓捕教授时 天空吹来两分三分 发现完情绪的万磁王回来了 矛头开始对准天启 雷射眼也加入了进来 意识里的教授被虐的体无完肤 难道真的没办法了吗 隐隐一息的教授 唤醒了秦的记忆 秦走到天启面前 医生末后释放了自己全部的力量 天启的精神也受极了 肉身也受到了威压伤 万磁王雷射眼趁机打破 天启眼看打不过 终会形成了一个能量罩 他想逃走 不料暴风女也背叛了他 在众人的阻挡下天启无处可逃 直面凤凰之力的他 很快灰飞烟灭 一切尘埃落定后 秦与万磁王重建了学院 短暂重聚后 万磁王依旧没有选择留下来 留下来的变种人 组成了新的X战警